来自物体的光束 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东西呢?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要答这个问题 除了要用到光学知识 还要认识眼球的构造 甚至要了解脑部是如何处理视觉信息 现在我们只能从光学的观点 开始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能够看到物体 原因是眼睛感觉到来自物体的光线 这样光线的来源是什么呢? 在光学上 物体可以分为发光体和非发光体 发光体是本身会发光的物体 而非发光体是不会发光的物体 你能够举出一些发光体的例子吗? 例如太阳、火焰和电脑的显示器等等 都是发光体 当发光体发出的光直射到眼睛 我们就会看到发光体了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看到的物件很多都是非发光体 例如是树木、月亮和电脑的键盘等等 就是非发光体 既然非发光体不会产生光线 我们是怎么看到它们的呢? 非发光体虽然不会发光 但是就能够将光线反射 当眼睛接收到 非发光体反射过来的光 就能够看到非发光体了 在明镜上 有点赞 有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